Hi,大家好,我是君浩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操作界面十分简洁、直观 而且免安装的软件卸载工具 它就是Geek Uninstaller 那些顽固无法卸载掉的软件 还有弹窗的流氓软件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Geek Uninstaller 轻松搞定 我们打开软件的官方网站 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 点击下载按钮,进入下载页面 这里会展示两个版本的选项 左侧是供个人用户使用的免费版 这里要提到的一点就是 虽然是免费版 但它不会给你推送任何广告或者弹窗信息 右侧的是买断制的收费版 目前的售价是25美元 收费版的Geek Uninstaller 除了提供免费版所有的功能之外 还提供了实时安装监控 开机启动软件管理 批量卸载等更多的功能 其实这些功能对一般个人用户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我们选择免费版的软件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一个ZIP或者7Z格式的压缩包下载 软件解压缩后只有6MB左右 而且不需要安装 双击执行文件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所以我们可以将软件放在任意文件夹中 我通常都会把这类软件放在地盘的Program Files文件夹里 我们还可以在软件上点击右键 发送到 然后选择桌面快捷方式 方便以后更容易找到软件 我们打开软件后 如果发现默认语言不是中文 可以点击上方的View Interface Language 然后选择语言就可以了 这款软件的用户界面非常的直观和简单 基本上打开之后你就知道如何去使用它了 除了映入眼帘的软件列表 下方还有搜索栏 可以更加快速地找到目标软件 状态栏上也会显示 它检索到的软件数量 以及总占用空间情况 卸载软件的操作很简单 只需要在目标软件上 点击右键后选择卸载就可以了 在正常的卸载程序完成后 还会提示你 是否删除残余的文件 以及注册表信息 对于一些软固的软件程序 还可以在上面点击右键后 选择强制删除 在有些程序上 点击右键 还可以一键进入该程序的官方网站 你也可以一键Google搜索 该软件或者软件的开发商 最后还有一点要提到的就是 我们点击文件菜单后 会发现一个导出为HTML的选项 它导出的HTML文件内 详细记录了当前电脑上安装的软件目录 以及软件的大小 安装时间等信息 可以方便我们重装系统后 按照目录重新找到应该安装的软件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文件分享给朋友 互相参考对方电脑上都使用了哪些软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你 不要忘记给点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